第一個 正也就是政治 習近平雖然在二十大取達了三連任 打破黨內的家規、壟斷大權與益生 但代價就是得罪了黨內其他所有派系跟權貴家族 更何況他還在會議上公開地把胡錦濤拉了出去 這個舉措當然會讓中共權貴們非常不安 擔心哪天自己就新名不保了 因此 二十大以後 中共權力看起來定於一尊了 但是黨內反習派的力量卻大幅擴增了 這也是為什麼中共最近一直強調政治安全 大力推動學習習近平思想的思想工程 就是因為怕黨內叛變 舉個例子 中共國安部最近才翻出了2016年的舊案子 說雲南某學校的退休幹部要組織趕死隊來顛覆政權 中共搬出這件案子表面上是要警告人民說 間諜無所不在 要全民抓間諜 但實際上卻透露了中共很清楚 黨內有很多人對黨中央不滿 甚至有個人或者有群體不斷密謀 要發動政變 要推翻習政權 要換句話說 中共內部出現了嚴峻的政治危機